先把那个问题先简单化 也就是我们先画出一个正方形 那之后再慢慢让它更复杂 也就是说我刚刚做了一件事 就是说干脆先这样好了 我们就画一个干脆一个正方形 先判断这个正方形 之后呢如果可以的话再加条件 看要怎么样切 那所以呢基本上我只需要知道这一点 这一点知道这一点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知道这一点 这边到这边 那这个横向的话 就是我的筋度的上圆 所以上的值 上面的值就是这个 然后这边是什么 左边的值 上跟左 所以上的值就是这个筋度 那这个就是它的纬度 那另外再抓这一点 切 那装到这一点之后的话 这一条线就是它的右边 这一条线就在下圆 这样会比较简单一点 只有只判断四个就好了 不然我怕这样判断太多 程式会写得非常的复杂 先简单化 先画一个正方形 OK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画完之后呢 我就取得几个值 这几个值分别是这样 就是上面的话呢 纬度的部分上面大概是到25.006040 或者取个整数都可以啊 4140 那下的话呢 是25.002326 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那左边的话呢 左边是283121.602836 那右边的话是这个数字 好那再来的话 我这边刚刚稍微改写一下 改成什么呢 比如说我今天呢 把它弄起来 在东南科大之外或者之内 那我要怎么判断呢 因为我要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location manager 其实将来我们可以利用implement 什么location listener 把它当成一个location listener 我们就可以取得所有GPS 它改变之后的一个值 那我们就可以get什么呢 get借由什么location的参数 get它的什么 精度跟纬度 latitude跟longitude 这两个 get之后呢 我把它做一个判断 那判断什么呢 如果latitude latitude 有没有我就取了一个LA 那这个latitude呢 它是latitude 应该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有时候容易 应该是latitude 这两个应该颠 应该是 这是latitude latitude是精度 看一下 精度 一二 纬度的部分 我get latitude 这两个数字要颠倒一下 不然的话呢 这个是longitude 是 别急 他 возможно